色色的自然療法 我們邀請到我們香港國際自然療能力學會的主席 麥彥九 麥醫師 來為我們出獎門長 鄉川與麥醫師 好 哇 最有獎勞的獎勞 可定中的獲牌也很棒 那我們出獎的時間還是30分鐘 25分鐘的時候會提醒您 還有5分鐘 好 感謝您 謝謝 大家好 吃過午飯 飯器空心 有沒有想睡覺 剛才也動了一下子 應該不會的 但是下午的人好像比較少了 也許就是我們雖然療法 還沒有辦法吸引更多追求健康的人 或者就是有一些人懂了 不告訴別人 不讓人家更健康 那個太自私了 我希望每年在自然療法的單位 人越來越多 因為能夠參與 你肯定會越來越健康 我們每年都有很多不同地區 不同機構 舉辦了自然療法 自然療法 自然醫學的單位 我們的人數真的 越來越來越厲害 比如我們有一個叫做國際 自然醫學的聯合組會 我們現在已經第八年了 第九年了 今年我們在福音院 也準備在中國 一個江蘇省的 胡思 這個城市裡面舉辦 我們在南京 很多地區 不同北聯都不一樣 不同地區 可以人數 可以參加的人 超過三四百個人 那些大部分都是當醫護工作人員 而不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為什麼不關心自己的健康呢 要是真的不懂的話 要學 真的不在乎的話 不太可憐了 要是那個人整天都有病 在你不舒服 那你不舒服 他是你 或者是你的家人 你會怎麼辦 我在香港成立了 國際自然療痕研究學會 是在1984年 到現在已經超過30年了 現在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會長 周聖尼奧團會長 他也是昨天才趕過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本來還可以 還有我們的幕會長 也過來支持這個大會 但是現在突然間不見人 等一到他也會跟大家分享他的研究學的結果 今天我在這裡就是把我看到 學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自然療痕 到底他怎麼把它合用呢 還有就是我能不能夠學得到呢 對我來講是不是很難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好處 基本上很多人都掌摸了一種 甚至兩種三種 不同的療法 但是不同的療法 有不同的範圍 也有他的規矩 也有他的規矩 有一些 很多方法 都不能百分之一百 每個人都接受 現在在中國大陸 很多很多的養生館 基本上裡面 基本上荷葉長都不好聽 什麼叫養生呢 都不去講養生 反而養生量兩分之 那很難用 根本就是治病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也許這些很多人 都懂得什麼叫養生 但是有病有不舒服 去找人來幫個忙 幫個忙 那是養生嗎 你已經患病了 病了以後 你找一個醫生 那個醫師也是人 能幫你呢 這個身體啊 救回多少呢 現在很多人在現代醫學裡面 動不動人 就建議你動你手術 手術之後 基本上這個人 絕對不可能 再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健康 現在很多殘疾人 三十年前五十年前 很多殘疾人 我們一眼就看出來了 現在呢 我告訴你 很多人看不出來 他的膽可能給人家裁掉了 他的腸子可能也給人家剪掉了 甚至有一些女生 看來還不錯的身材 結果呢 他有一個股房也給人家盯掉了 那麼這些東西屬於殘疾人 我們為什麼會用到一天呢 有一些病人說 沒辦法 我每天看診 每天都聽到這三個字 我就覺得很痛心 為什麼沒辦法呢 你一早在你健康的時候 就要保健 保健這兩個字 現在不是患者 長期的病患才採用的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什麼叫做保健 就是在你健康的情況下 保持你的健康 才叫做保健 不是你在患病之後 才開啟 啊這個可以養生 啊這一個可以保健 啊這一個要怎樣怎樣 甚至了我也有一個 就是不知道今天會不會也開退一些人 就是說他的方法 可以什麼病的人治 不可能的 我們人基本上都是有眼睛 有五官 有兩個手 兩個腿 是嗎 但是長三 體質跟女士 都一樣嗎 不可能 同一個病種 裡面的人 也有 老的 年輕的 中年了 小的 是嗎 患病 絕對沒有年齡的關係 特別是現在 很多人 那個年齡 什麼病都可以患上 剛出生的 都可以有白症 為什麼這麼可憐 媽媽 他找到這個好媽媽 這個媽媽完全不懂得愛護自己 也把自己的毛病轉移到她的悲哩 那麼這些我們在香港 因為我近十多年 我一直都是看那些孕婦 給他們飲食的建議 還有他們坐月子的時候 給他們開餐單 這些呢 他們有一些都是可以看營養師 但是營養師他不懂的人的不同 他不懂的那個蘋果有什麼營養 那個程度有什麼營養 尾斷 牛奶 這些他不懂 但是每一個人吃的這些東西 是不是都營養的反應呢 不是的 有一些人吃了這個東西很舒服 但是另外一個人吃了以後就不舒服 那為什麼 那就是有不同的人吧 那道理很簡單 那麼飲食方面 我們每一個人中生都要學習 絕對不學 反而我已經學了三年了 三年又怎樣 食物都不停地在改變 那麼你呢 也在改變 甚至你要到處旅遊 到處旅遊 當地的飲食又怎樣 你能不能去運呢 會不會因此吃錯東西 什麼叫做錯啊 就是你身體不能接受的東西 就錯了 人家當地的天天吃都沒事 但是你吃了以後就不舒服 那就是錯了嘛 所以這些錯 有時候也是真的很無論 光知道氣體不舒服 但是也不去檢討 也是問題 今天上午也聽了好幾個專家 在講所謂飲食 特別的是早上 我們來自中國南京的薩登傑教授 我跟他認識多了二十年 他剛剛我跟他講 我要講他就跑了 也許他要知道我要跟他講一個問題 他早上曾經講過飲食方面 流奶的問題 他在國內 流奶還是數一數二的最重要的營養食品 但是到了今天 我們有沒有辦法找到一條非常悠油的 沒病的健康的牛 給你產生真正營養的流奶 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我們飲食 一定要知道民族性 你是哪一個民族 你的祖先 比如說你的爸爸 你的爺爺 他們有沒有終生 從那個小一直到每天都喝奶 沒有的話 到你這一代 你根本沒辦法接受 你吃了以後就是受不了 那麼這些受不了 他們覺得自己非常的可視 這麼好的東西自己不能接受 太有問題了 再嚴重的話 把祖先都用完了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沒有人知道 流奶是飲品還是食物 很多人都沒搞清楚 我們在香港 我問那個病人 大概一百個 可能有一個到兩個 知道流奶不是飲品 其他的都以為是飲品 不是的 它是食物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不同的種類 脊椎多的 部爐的動物 剛出生的時候 他們都是喝奶 慢慢長大 我們人也是一樣的 就是在你剛出生的時候 上天給你提供的 不管你家庭有婦女還是窮男 你的爸爸媽媽只能給你提供一種食物 就是你奶 所有的公物都是去自己慢慢的奶 我們人太聰明 把人家的奶拿過來 特別是把那個牛的奶 把它看出來很重要很重要 沒了牛奶不行 那麼現在讓那個奶粉更嚴重 特別是偉大的大陸我們的同胞 對於一個奶粉的需求 大的不跟牛 我在香港的診所的樓下 就是大概有三四家的 每天開車到大陸的那些公車 那個站 我們樓下現在所有的店 哪一個店結束了 馬上就有人來租 租來幹什麼呢 就是賣奶粉 不跟牛 大陸的人每天跑過來都是買奶粉 當然大陸也有 但是他們親你明白 自己場跟那些不行 結果以為國外的造型 香港為了賣奶粉 也花了很多人的財 但是奶粉不是人吃的東西 或是食物 那麼現在為什麼那麼多的媽媽 真正生物孩子的媽媽 沒奶呢 以前要打仗要走爛 從仍然也比較多 為什麼都能夠把那個孩子帶大 你的孩子怎麼聰明怎麼厲害 也不可能一出生 你去什麼他做去什麼 都只有兩 那麼媽媽為什麼現在都沒呢 就是心裡的壓力太大了 從中醫的角度來說 這基本上就是乾淨 出問題了 飲食絕對沒問題 好像我的客人 他們需要一天五頓的 我就給他公立五頓 隨便他 你有錢的可以貴一點 沒錢的話也有五頓 反正你一天沒完沒了的吃 怎麼可能沒來呢 那麼現在牛肉已經害了很多人了 你們呢 在台灣情況怎麼樣 你們要是瞭解 現在的每一條真正的每天 產奶的牛是健康的 從一個不健康的牛裡面 你能夠拿到什麼營養呢 很多的問題你們都要去考慮 首先最簡單就是你這個民族 是不是喝奶的民族 不是的話 不要硬 每天的早飯 流冷一杯 結果病多了 特別是三高 你的脂肪多了 還有很多蛋白質也多了 你等一下你吃那個五塊五塊 你肯定也有那個豬啊 雞啊 牛啊 是嗎 蛋白質你還是要那麼多嗎 等一下你要去跑步 要排什麼東西嗎 體力的勞動現在越來越少 我們的消耗更可能需要 多吃了 肯定打了他的睡 現在在場裡面 就有一些人受不了了 剛才因為吃了一大塊的豬扒 現在能夠堅決來聽我講的 已經不得了 那麼我們那個自然療法裡面 範圍太短了 可以說是 有一些我知道的 你們還沒知道 當然也有一些你們知道 我還沒知道 那麼現在那個 在香港在大陸 非常流行的自然療法 可以包括了雲水 空氣機 特別是好像現在大陸 北京廣州 那裡的空氣差得不得了 很多人都換了這個被牌 你一直住在那裡 我不相信所有的醫生 有這個能力幫助這些人 恢復健康 因為周圍的環境 根本不是人可以生存的地方 最近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先生調到北京去工作 兩三年 上個月告訴我 他先生被癌了 我說你馬上搬回來 起碼香港還比北京好一點 在北京患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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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辦法去改變它 只能夠去逃死 能逃到一個好的地方 這是你的命好 現在那個空氣的問題 還有我們常常坐著 兩個手架已經把自己抱著 所以都睡覺了 你們看看 把自己常常翹起二郎腿 把自己抱著 這一些姿勢讓我們的呼吸會減少 呼吸量 我們的會活量會減少 從那個姿勢裡面 我們會猜到 你這個人會很壞 這個人會有頭腫病 因為你那個缺氧 這樣你的空氣很好 對你來想還是沒用 要你自己把自己關起來了 我們做的姿勢一定要好 讓自己的呼吸能夠達到最佳 這樣子才是保護自己的 現在很多人利用中醫的一些方法 比如這個針灸 針灸你要真的好好地學 你不是專業 你不要隨便給人家造針 拔罐 現在很多人都學了 甚至也有一些生產出來了 很方便 不用去點火 這些都可以自己幫自己 甚至自己拔自己的背 都有辦法了 這些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呢 拔罐現在很流行 拔罐是一種氣勁療法 你的身體沒有很好的元氣 這些也不是罪人的方法 有一些有人家 氣弱柔絲 罵人也是 你這個人 沒氣沒力的 也不要隨便給他弄 這個不是所有的療法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不是放出四海 都能夠促效 反效果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麼光能 熱能 光能 這個最簡單 我常常告訴一些小病人的媽媽 我說 把你的小孩子帶到公園裡面 去散散太陽 那麼很多治病 包括我們現在在香港 白天工作的地方 通條 晚上回家也開了通條 陽光很多人都說 他那個無邪要怎樣怎樣 結果很多人都很怕 到最後 陽光變得不悟 每個人都怕 我曾經跟一個 大概兩三歲的小孩的媽媽講 因為他來找我幫他治病 我就跟他媽媽說 我說 他說 你在那個下午 他要 在那幼稚園 回家的路上 找到那個公園 去跑跑步 我還沒講完 他媽媽的聲音很大的告訴我 不行 我說 為什麼 他的子 他那個孩子說 他一跑 臉色就化青了 我說 怎麼那麼離譜呢 才兩三歲 兩三歲的生機勃勃 應該就是我們成年人 都只能罵他 你不要亂跑 哪有都是跑不了的 現在很多小孩都這樣 所以 我們一定要為我們的上一代 把他那個基礎打好 否則的話 將來一直長大 現在很多吃奶粉的 隨著那個病敏感 容易發燒 容易感冒 跟著就是皮膚的吸疹 這些床部都會患上 有一些一直長大 十多年都沒辦法治好 好難過 但是他們就是吃那個毒藥 他們首先要去找那個新醫 新醫給他們一些抗生素 然後再不行了 沒辦法了 就裂不成了 那麼這一些都是害人的 沒辦法把病治好 還要讓他一輩子都沒一天 能夠變回好人 這一些我們進來醫學界 聽到很多 也希望大家盡量在這種機會裡面 明白了有這個問題 你們就不要再上當了 那麼音樂療法 也是在台灣 也有一個老師 他把這個療法引進過來 也做得很好 音樂也可以說 我們的聲音啊 周圍所有的樂器啊 都是俗一個音樂療法 我們的人能夠有一個聲音 我們人不會寂寞也不會怕 你要是在監獄裡面 你單獨囚禁 你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最後你就苦了 你以後整話都有問題了 然後你的心態肯定不能平衡 慢慢的把你放出來都沒用 所以沒有聲音的世界 不是我們新傳的世界 我們需要的一些聲音 是一個讓自己開心 讓自己有奮鬥心 這一種音樂都有 現在很多人家裡面的環境很好 床 床墊 床鋪都很好 就是睡不著 那麼為什麼呢 就是也許要增加一點點的音樂 才可以改善你周圍的環境 這樣子你就會睡得很好 那你把電器機開了以後 那個不是的 沒用的 會把你的大腦弄回牢 那麼到時候呢 你晚上睡不著白天的睡 那我想不是你的要求吧 那麼到校校聊呢 不知道在台灣有沒有人來推廣 我們在深圳有一個朋友 他們是一個很多年前開始 他們校是有學問的 不只亂校所 傻校 還是有一個學問 校的時候 他那個內臟全部都動起來 只要大小三聲 眼神馬上就變紅了 那個血流馬上都改變 對一個病患者 你要他笑不容易 我看你的血統也不容易讓他笑 所以這一個也是要好好的去學習 然後把它推動 因為笑是一個最好的一個幸福的表現 曾經帶了一個三歲的小孩子去一下下比賽 那麼那個主持人問他 你為什麼那麼愛跳舞 他說我媽媽看到我跳舞 他就笑 媽媽說笑就是幸福 哎呀這個小孩子ня 這個想這裡跟著我提起錯那個主持人 你去乎嗎 那個主持人很好笑 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所以呢 能夠經常的笑 從心裡面很開心 無憂 無哭 無愤 無愁 三次是最好的 中斤認為人為什麼會病 重點有兩個 就是一個內陰 一個外陰 內陰就是我們的氣勤過剩 我們很開心 開心過頭了也會病 有沒有人知道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不單單是愁悲悲 才會病 過分的開心也是一樣的 所以買彩票 你就買吧 當作好事 中斤講不要去管它 否則這個人家 中斤指一歐不得了歐 也許大小子是沒命的 所以校寮也是一個學問 我們要好好的學 我們有關智能醫學 重點還有一個就是 不是一個療法 而是一個檢查 檢查方面 比如說 量子的檢查 在台灣國人比較多的應生 我在香港 推行人數的檢查 就是剪一些頭髮 沒有任何對人的傷害 就這樣子很簡單 就很難過 我從頭髮裡面的分屍 我沒見到你這一個人 也可以 就是把你的性格 你現在的健康狀況 比如說 有沒有高水壓 容易發脾氣 睡得好不好 還有能不能夠順利懷孕 能不能夠沒有什麼毛病 這些我全部都知道 這些都是值得推廣的 在智能療法 白痴奇幻的年代裡面 我希望大家都擁有一種 自己覺得最簡單 最能夠幫自己的方法 水療 精精 還有舞蹈 舞蹈也是一個很好的運動方法 但是舞蹈的一些人就認為 哎呦我這麼難 我學不來試試看 好像 自然療法學會那麼推廣的肚皮舞 我看了十年 我就想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內臟的鍛鍊 你是在我們認識的很多運動 比如說去游泳 去跑步 你的內臟在這個時間裡面有沒有運動 沒有 游泳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實際上 內臟沒有活動 脊椎沒有活動 這些都不是我們現代人希望的一種運動法 這個是游泳期 游泳期裡面的露氣很重 我們的皮膚整個泡下去 你的那個吸的那個毒 可能比你吃還要更壞 到你的神力 所以這些我們的盡量地位 要真正的游泳 近海邊 有那個流動的水 這樣子還好一點 否則的話也學一學肚皮 真的 肚皮舞不是肚皮的問題 是肚裡面的問題 所以你把它把你的肚子打打打的 硬繃繃的 沒用的那些 把它動起來 把它那個身材改變一下 這一些都是很需要的 那麼時間很緊張 我在香港過來 那麼也希望大家 有什麼好的 那麼歡迎你們到香港來 像我們呢 小醫生 讓我們呢 也跟你們一樣 都幸福 都健康 希望你們都來香港 要是大家對這個自然療法有興趣 我也可以給你 大家提供一個慶祝 自然醫學今年的大會 在中國武士 11月 提供的大會在今年7月30號 再上訪 那麼這一些呢 都是我們 既然療法裡面的內容 要是你們需要詳細的 也希望你們 能夠過來拿一點資料 那麼 今天 耽誤大家很多時間 祝我們小大賤你們 支持大家 OK 謝謝 我們今天 通得很好 疫苗不差 難得 非常的棒 相信你在看